1894年,日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将北洋水师全体战士逼到以身殉国的绝境 从此中国海军在其他国家眼里一直是不堪一击的存在 1974年距离甲午中日战争已经过去了80年 这一年我国西沙群岛一带迎来了一批不速之客 南越部队 他们于1974年1月侵犯了我国的西沙经营等岛屿 为了守护国家领土 人民解放军英勇对抗这支部队并且成功将他们赶出中国 事实上这次战斗的胜利可远远不只是保护了国家领土安全 它更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在国际上扬眉吐气的标志 这次胜利洗刷了北洋水师的耻辱 魏明森参谋长曾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必会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 取得最终的胜利 甲午中日战争的悲剧将不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重演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解放军痛击南越部队的时候竟然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帮助 他竟然允许解放军作战部队通过台湾海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西沙群岛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自古以来就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汉武帝时期 中国百姓就已经在此地安居乐业 上世纪三十年代 国民政府曾经在中国地图上 明确地将西沙群岛一带化为中国管辖的区域 西沙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同时群岛上的资源条件也得天独厚 国际上赠予它第二个波斯湾的美誉 不过再就中国 西方国家却不择手段地想将西沙群岛据为己有 法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自1899年开始 法国就一直想用在群岛上建造灯塔 武力占据岛屿等办法来占领西沙群岛 经过多次失败后 法国终于在1832年和1933年 先后占领西沙群岛的武德岛以及其他岛屿 新中国成立后 西方列强才不得已从西沙群岛一带撤兵 1973年 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即将结束 双方在签署完巴黎和平协定后 美国的军队离开了越南 美军的撤退让越南恢复了过往的和平 但是时任南越总统的阮文绍 却不甘心自己依靠的美军就这样离开越南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阮文绍将矛头对准了中国 他指挥部下使用美军留在越南境内的武器 在中国的南海一带挑衅滋事 很多无辜的南海渔民都成为了他们的枪下冤魂 越南的挑衅让中央十分恼火 但是我党领导人考虑到 越南刚刚结束越战 国内刚和平没多久 世界也没有大的战斗发生 作为大国一定不能破坏这份和平 为了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国对于越南的挑衅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时我国还派出外交大使积极与越南商议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 没想到 中国的友好竟然成为了越南眼中的懦弱与讨好 越南的膨胀体现在它越来越嚣张的侵略行为上 1974年1月 南越海军士兵们先后乘坐着 长杰号 陈庆渝号公然进入西沙海域一带 他们在这里瞄准并用大炮攻击我国渔民的船只 南越士兵见我国没有反击就嚣张地占领了肝权 经营两座岛屿 南越这种接二连三的冒犯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 党中央领导人也决定是时候教训一下越南了 1974年1月17日当晚 党中央下令发动南越自卫反击战 广州军区的战士们接到这条命令后 即刻派兵遣将前往西沙海域一带 跟随他们出发的还有396号 389号 271号等船舰 在战斗正式打响前 时任南海舰队总司令的张元培 对敌军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 敌军使用的军舰并不是越南国内自主研发的 而是美军在越战结束后留在越南境内的 这些船舰用料精良 设备先进 即使只有四艘 但是总吨位也有近6000吨 敌军的总吨位是我军的三倍 敌我实力差距有点大 为了确保作战万无一失 张元培还告诉主席 希望党中央能够派遣东海舰队支持这场战斗 同年1月19日 战斗正式爆发 东海舰队的505号 506号 508号三艘船舰被选中去前线支援 有了这三艘军舰的加持 我军在这场战斗中的胜算又多了几分 支援军舰整装待发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这三艘军舰怎么去西沙海域呢 最好的路线便是经过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长约380公里 宽约189公里 呈东北向西南的走势 该海峡形状狭长 海峡最窄处仅有130公里 历史上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多次在这里正面交锋 再加上当时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比较紧张 所以大陆的军舰进入南海往往需要先进入太平洋 穿过巴士海峡再由那里进入南海 这样一来 不仅耗费的财务多 时间长 船只在太平洋上遇到的风险也越多 更何况现在战事吃紧 抢占时间最重要 再绕道进入南海一定会延误战绩 后果不堪设想 众人左右为难之际 主席的一条命令震惊了所有人 主席命令东海舰队不用绕道直接通过 从台湾海峡进入南海 虽然大家一直对主席的领导坚信不已 可是这次他们却有点担心 台湾海峡到底行不行得通 为了保护东海舰队三支军舰的安全 我军领导还从福州基地调遣了30多艘船只 百余门大炮来为他们过台湾海峡保驾护航 1974年1月20日 三艘支援军舰从舟山出发 按照计划他们将在次日晚上来到台湾海峡附近 原来他们准备稍稍度过台湾海峡 这项行动开始后 后方人员都提了一口气 他们通过雷达实施监控军舰位置 用密码指示军舰的下一步行动 同时金门等地的作战士时刻待命 准备应对台湾国民党的异常情况 21日当晚 张元培等人早已守候在后方的作战士多时了 他们紧紧盯着军舰的位置 所有人都担心这三艘军舰会被卡死在台湾海峡 晚上9点27分 三艘军舰来到了国民党控制的东营岛 蒋介石曾在这里投注了大量心血 这里不仅有数万名国民党士兵 而且还有美国提供的武器 蒋介石精心部署此岛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共 而且我军曾在东营岛多次损失惨重 因此在所有人看来东营岛是生死攸关的一战 军舰仍在前进 作战士里的人更加紧张 可是东营岛却没有任何异常 这反而有些奇怪 接着三艘军舰又以18海里的时速来到了马祖岛附近 同样顺利渡过 22日凌晨3点35分 三艘支援军舰平安穿过台湾海峡来到了西沙海域 那时 我国与南越的战斗刚刚告一段落 我军从南越军队手里夺回了领土 南越为了晚尊又准备强势反攻 前线局势对我军稍稍不利 然而三艘支援军舰的到来 让我军更有信心拿下最终的胜利 在这件事上 毛主席也忍不住赞扬 蒋先生不仅英明而且有大格局 其实三艘中共军舰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通过台湾海峡 并不是因为我方动静足够小 而是因为蒋介石默许了 当年蒋介石为了对抗我党还和南越政府有所勾结 他也给南越提供过帮助 然而他对南越侵占中国领土一事的憎恨远大于对我党的仇恨 不肯公然支持我党对抗南越的蒋介石 只能通过这种暗戳戳的方式来帮助我党 蒋介石为什么默许我方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呢 原因有三 其一就是因为蒋介石本质上还是一个蒋民族大义的人 这点是毛主席都认可的 国共两党对峙是国家内部之事 当国家利益受损时 两个党派还是会一致对外的 况且 如果那时候蒋介石还吃里八外 那么他一定会背负千古骂名 蒋介石这两点还是拎得清的 其二就是因为我方是有备而来 三支军舰出发前 我党就已经预想到了最坏的情况 同时他们也想到了应对措施 为三支军舰保驾护航的船只和大炮 就是为国民党的阻拦而准备的 三支军舰在路过台湾海峡时走的是大陆基线而不是中心线 这就是在告诉国民党 中共不是来和你打仗的 但是也不怕和你打仗 第三就是因为蒋介石害怕再次失利 反攻大陆是蒋介石败逃台湾后的毕生追求 可这只是蒋介石嘴上说说而已 他从来没有主动攻击过大陆 败逃台湾后 国民党的行动也更加保守 他们已经在解放战争中知道了我军的真实战斗力 如果这次再贸然行动很可能会再次失败 到那时 他们连台湾都待不下去了 允许三支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可以看作是蒋介石在讨好我党 他不愿意激怒大陆让自己的利益受损 我可以给它